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回归 人者有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维斯特罗已经发展了8000年 可是除了少数贵族 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在赤贫阶段 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先列出一个最基本的GDP公式 一个国家的国内收入 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公共开支 再加对外贸易 我们先从贸易开始 维斯特罗七大王国 除了已经被灭绝的海湾 与马尔泰之外 还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制造工业 可以出口 他们也不想 这个问题主要是统治阶层观念上的 从几大家族的真言可以看出 比如铁群岛家族的真言是 强取胜与苦耕 风暴地家族的是怒火燎原 亡灵地家族的是雪火同源 西晋家族的是听我怒吼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掠夺 互通有无这种事情是看不上的 让我们再看看公共开支 政府的收入可以来自税收 国债或者制造通货膨胀 钢铁王座的做法实在令人汗颜 税收方面 首都君陵城选择的征税对象 居然是难民和窑子 这两个群体能收上来的数目实在有限 债务方面 兰尼斯特家族选择了远在布拉福斯的铁金库 其实国债最好是卖给本国国民 甚至是其他七大家族的人 这样大家对你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积极性 从外国人那里借钱最容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财政部长小手指虽然看起来决定聪明 但是他充赢国库的方式居然是在铸币的时候 偷工减料 制造通胀 现在来看看投资 维斯特洛最大的一笔投资几乎是太空可见 应该是绝境长城 可那已是好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作为一个喜欢战争的国家 在军事科技上的投资几乎为零 龙女带领的奴隶起义都要打上门来了 京城里的科学家们才开始研制巨型弹弓 而且整个项目也只有一个老年人在参加 硅谷和中关村都在高顿学府密集的地方 这不是巧合 堂堂维特斯洛全部知识都掌握在了极少数 大学城内保守的博士手里 他们有一个图书馆还上了锁 不重视教育 怎么会有科技创新和投资回报呢 剩下来的也就只有消费一条 维斯特洛人地里种出来多少东西 就吃掉多少可谓过度消费 人们在聚集里从来没有讨论过 要在夏季控制口粮 以便能熬过漫长的领冬 没有存钱自然无法投资 这种大而化之的文化 一定程度上是被当权的兰尼斯特家族宠坏了 他们仗着家里在西境有矿 生活铺张 没了钱就去找铁金库借 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资源诅咒 后来兰尼斯特家族的矿用完了 只能去掠夺其他家族 这种权力的游戏又能持续多久呢 如此看来 维斯特洛复不起来的原因还挺多的 归根结底的问题 还是几大家族没什么文化 只会玩权力的游戏 即便是龙女也主要是靠会飞的火焰喷射器来解决问题 如果我是国王之首 肯定先去布拉福斯看看 人家城邦开放贸易自由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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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